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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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是上天听到了他的呼唤 他的人生道路也开始出现大的转折 就在这一年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伸出橄榄枝 邀请24岁的梁树明到北大教书 蔡元培怎么看上梁树明了 就是因为梁树明写的那篇《揪缘绝一论》 因为学术界把这篇文章看作是研究印度哲学的代表作 当时蔡元培看了之后呢 也是大家赞赏 认为梁树明有深厚的功底 前途无量 蔡元培感叹地说 梁树明想当学生没有资格 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授吧 真有魄力 哦对了 蔡元培怎么说梁树明想当学生没有资格呢 当初梁树明高中毕业以后呢 确实考过北大 但是没考上 这回呢 蔡元培就和当时负责文科教学的陈独秀商量 最后决定聘请梁树明到北大来主持印度哲学讲座 就这样呢 没当上北大学生的梁树明 最终当上了北大的教员 原来是这样啊 对 很有戏剧性 不过呢 你别看梁树明只有高中毕业的文凭 但是他一生住宿非常多 在哲学佛学西方哲学书法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研究梁树明的艾凯认为 梁树明当之无愧是一位学者 而且还不是一个书干式的人物 而是一个行动派 在梁树明的生命历程里 大部分时间不是在书房里看书写东西 而是在书斩以外行动 他一辈子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在书写理想 而是在实践理想 拿梁树明自己的话说 我常常对人表示 我不是一个学者 但我承认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并且是本着我自己的思想去实践的人 真是个很特别的学者 有意思的是呢 梁树明到北大的时候 带去的不是学术著作 而是一本他自己编写的宣传册 内容是呼吁知识分子一起努力 减轻军阀混战 给百姓带来的痛苦 挺有道理和责任感的 没错 梁树明把小册子放在北大的教员休息室里以后呢 教授郭弘明看了大为赞赏 胡适看了也是大家赞赏 要知道呢 这两位跟梁树明的文化主张是完全不同 可是因为梁树明的主张 切合当时的中国现状 所以呢 引来了不同观点的教授 共同的钦佩 梁树明在北大镇教的七年里 发表了很多有影响力的著作 比如印度哲学概论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书 尤其是他的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 在当时的学术界是颇有影响 新儒家思想 是啊 是这样 梁树明研究了几年佛学以后呢 开始转向了儒学 他认为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 无法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 而孔子的儒家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 他肯定 人要付出努力 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 梁树明儿子梁培树说 这下功夫 其实也是修身 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 人生第三种态度 郑重 这种郑重的人生态度 在梁树明的生活工作等言行中 有很积极的体现 梁树明有个人生格言是 只有志业没有职业 志业的志呢 是志向的志 就是说 只有自己想做事情 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 有道理 那他怎么又研究起乳学来了呢 嗯 这个变化呢 跟他父亲梁继 沉谈自尽有关系 啊 他父亲自杀了 为什么呀 因为梁继要以身殉国 以大清国旧臣的身份 为大清国殉葬 为大清殉葬 对 梁继一生的理想是 国粹莫大于伦常 他认为 社会的基础是道德 古老的传统文化是立国之本 中国应该永远保留传统道德文化 良知和国粹不应该随时代消亡 嗯 可是那个时候呢 中国的传统理念 已经被知识界封行的 所谓进步思想逐渐的瓦解 尤其是辛亥革命爆发以后 清朝皇帝退位 国家是彻底改朝换代了 耿之忠厚的梁继 选择了辞职 告老还乡 过起了隐居生活 任凭当时的民国内务部总长 如何苦苦的邀请他出山 梁继都是坚决的推掉了 他为什么拒绝呢 因为梁继认为 中国每个朝代灭亡的时候 都有前朝的旧臣 甚至有很多人为前朝殉难 而今大清王国没有一个人殉国 这实在是太可耻了 既然现在没有旧臣殉国 他就要做这件事 就这样呢 在民国元年 梁继向神明和父灵启示 要舍生命殉清 并开始着手写遗书 他真有史大夫的气质 梁继花了七年时间为殉清做准备 这七年时间里呢 他殉国的志向一直没有改变 足见其决心 让人感慨的是呢 梁继在殉国前还跟儿子讨论国际形势 是吗 是 那是1918年11月7号 梁继正准备出门 碰上儿子梁继明 两个人呢 有这样一段对话 梁继问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继明回答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 梁继说完 离开了家 这是梁继明记忆里 梁继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在梁继六十岁生日前三天 梁继留下 国性不存 我生何用的遗言 头庆叶湖自尽 哎 真悲壮啊 专门研究梁继明的汉学家艾凯认为 梁继明的父亲是为中华传统文化殉道的 他的自杀是用行动表示 我忠于传统美德 宁可牺牲自己 也要保全道德上的高尚 同时呢 他也向子女们清晰的传递了一个信息 你们要实践自己的理想 就不能光说不做 梁继确实做到了言行一致 对 对而自梁继明来说 这就是父亲的身教 咱们回来接着说梁继明在北大的学术研究成果 好 梁继明呢 当时出版过一本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这是第一部系统比较世界文化特点的书 而且呢 观点还非常的惊世骇俗 所以发表了以后呢 在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可以说这本书不光是奠定了梁继明的学术声望 还唤醒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民族特色内容的关注 梁继明呢 也因为这本书成了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里 梁继明提出了一个行动计划 在他看来 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 而是一种生活 他对局限在小范围里的精英活动不感兴趣 他认为 真正的文化不在于保存古典文学或学术 而在于道德体系的实践 嗯 跟他父亲一样重视传统道德 梁继明认为西方文化将走到尽头 未来世界文化的主流是中国文化 包括中国的中医 国画 京剧 还有中国的哲学 思想等等 都会更加的世界化 更加主流化 很有预见性啊 是 其实现在咱们一听也能感受到 梁继明这本书即使放到现在 也非常有现实意义 是 1920年27岁的梁继明 以一种敏锐独特的洞察力 发现了世界文化文明的三大体系 人对物的西方文化 人对人的中国文化 还有人对自身的印度文化 当人们都在困惑 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 要怎么样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时候呢 梁继明对此心中早已经是有了定论 他的结论是 未来世界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这个结论很大档啊 是 咱们在上集不是说 梁继明想要出家没有出城吗 这个没出城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实在放不下 出于困境中的社会问题和中国问题 梁继明最后选择了留在世俗中 把重心放在了人生问题 也就是人应该怎么样活着 还有社会问题 也就是中国社会的走向 这两个问题上了 嗯 他天生就有使命感 梁继明决定选择世俗生活之后呢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需要真正的履行世俗生活中的义务 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娶妻生子 体验普罗大众的生活 梁继明对婚姻的认识是 寻求婚姻之乐 乃是出于一种严格的道德责任 梁继明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我娶妻 时出于好德 而非好色 这个婚姻光很特别 梁继明一生中呢 总共有两次婚姻 第一任妻子是梁继明的好友 武庸伯的妻妹黄敬贤 原名叫黄敬全 在1921年的冬天呢 好友武庸伯把妻妹介绍给了梁继明 在问及梁继明对女方的条件时 梁继明说 我待无条件可言 一则不从相貌如何上计较 二则不从年龄大小上计较 三则不从学历如何上计较 虽不识字也无妨 四则更不虚核对年更八字 就这样呢 梁继明认识了这位28岁的满族姑娘 黄姑娘呢 是北京奇人 那年冬天呢 梁继明29岁 梁继明和这位黄姑娘 在认识不久之后就结婚了 婚后在梁继明的提议下 妻子的名字改用黄敬贤 这么快就结婚了 黄姑娘一定有什么地方 很吸引梁继明的吧 其实说实话 要是按照普通人择偶的标准看呢 这位黄姑娘实在是难以说出 有什么吸引梁继明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来说说黄敬贤的相貌 关于她的相貌呢 梁继明这样描述 她的衣缕装饰 极不合十样 气度像个男子 同她的姐姐五夫人站在一起 颜色比姐姐反见老大 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 在她可说全都没有 这样啊 是 那她们生活在一起能幸福吗 这确实很难说了 不过呢 梁继明当初是这样选择的 婚后的生活呢 梁继明也要坦然的面对 自己当初的选择 梁继明和黄敬贤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生活呢 听众朋友 今天的《人物百家》节目 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 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中国第一大儒家梁继明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好的 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